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下雨 人們才會想起放在家裡的小姐 老一輩人買小姐最重要是否耐用 所以他們會搞一些可靠的老字號 大年輕的一代 顏色 款式 價錢和在哪裏入口 就比不耐用更重要了 在30年前 工業產品都是很貴的 當時打住家工的馬姐 要整個月的人工才能買到一把比較好的羊姐 在我背後是一間八年老字號的香港梁蘇記 在幾天之前 他們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個廣告宣佈結業 奇怪的就是 當廣告刊登了之後 小民爭相地聯繫 三天之內幾乎將舖面的所有傳貨都搶求一空 為甚麼呢 是否代表著香港人對傳統老字號的一份感情呢 曾經有輝煌業績的香港梁蘇記 終於在急速的城市步伐之中消失了 不過世情變 人情在 沒有變的仍然是 天地有理 人間有情 要講回這份家庭手工業的過去 就要講回整整一個世紀之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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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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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